成风破浪的姐姐白冰独自痛哭 成年人的世界 谁不是一边崩溃 一边自愿 一起来听 成风破浪的姐姐 自开播以来 话题度一直居高不下 看着三十多岁的姐姐们 在舞台上闪亮发光 很多网友感慨 原来变老一点也不可怕 姐姐们不受束缚 不爽就怼 自由率性的样子 甚至让很多年轻女孩 羡慕不已 最让人动容的 是有些姐姐光鲜的背后 历经不同的人生 带着不可与人说的故事 咽下了所有的辛酸和苦楚 依旧美丽绽放 在第二期加更视频中 结束一天的舞蹈练习 卸下厚重的妆容之后 几个姐姐围缩在一起 吃火锅闲聊 黄灵和蓝莹莹弹着琴唱起了后来 中立体敷着面膜打着节拍 白冰拖腮倾听轻声更唱 唱到后面 表情突然难过起来 再唱到 可惜你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时 她起身上了楼 独自回到房间 蹲在墙角 无声哭泣 过了一会儿 自己默默擦干眼泪 蜷缩在床上 平复心情 在后期采访中 白冰解释了自己当下的心情 就是现在 生活把你逼得 要让你变成 离开了谁都能活的一种状态 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其实也挺希望 有人可以帮你一把 或者扶你一下 但现在 没有谁会能够 真真正正地 陪你一辈子 她说这话时 甚至带着笑 要有多少勇气 才能把受过的苦 笑着说出口呢 有网友评论说 真的心疼 不是心疼她哭 是心疼她自己 默默地躲着哭 可能成年人的不容易 都只能自己 默默地笑话吧 是啊 成年人的世界 连哭都要躲起来 怕破坏气氛 怕别人尴尬 怕被安慰 怕收不住 成长就是一个 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 年少的时候 受了一点委屈 就想告诉全世界的人 成年后 却越痛 越不动声色 越苦 越保持沉默 刘嘉玲一句话 说尽了成年人的心酸 每个人 其实都很不容易 但他可能是 调整好了 再出来的 所以 你没有看到 他的不容易 成年人的生活 是一场独自穿越的风暴 沿途的血雨 只能自己 去默默承受 西达多中 有一句话 一个人不可能看到 另一个人 在路上走了多远 有时候 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 就可能引发 内心的一场海啸 去年 杭州小伙儿 骑单车 逆行被抓 接电话后 崩溃爆哭的新闻 引发了一场震动 直呼上 关于这件事的回答 超过了一万条 打主 申阳月的回答 自让我触动 他说 YouTube上 有这样一个视频 在放满货架的仓库中 一个工人 小心翼翼 操作着叉车 却仍然碰到了 其中一个货架 这个货架 摇摆了一下后 倒塌下来 请客间 别的货架 也如多米诺骨牌般 一一坍塌 货物砸向地面 插车被彻底包围 三十秒的时间 仓库中的货架 全部坍塌 原本整齐的仓库 只剩下一地的狼藉 打主说 以前他不懂 这样一个视频 为什么会在YouTube上 有那么高的播放量 直到很久以后 某天内心挤压了 诸多消化不良的快乐时 他再次点开这个视频 有点懂了 那个骑单车 逆行的小伙子 不是因为被警察 拦下的那几分钟 才崩塌的 而是崩溃于人生琐碎里 持续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各种负载 是每晚加班到十二点 是难以承受的压力 是沉重的生活 击垮了他 感同身受的网友们 从小伙的身上 看到了在生活中 苦苦挣扎的自己 没有谁比谁更容易 倒塌的货架 会在几个小时后 回归整齐 生活总归还是要继续 崩溃爆发过后 杭州小伙儿 自己也在知乎上 回答了这个问题 解释了当天的状况 感恩人与人之间的暖意 卢狱在武狱中说 无论是谁 我们都曾经或正在经历 各自人生的至安时刻 那是一条漫长 有黑 阴冷 令人绝望的隧道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 力不从心的时候 你可以发泄 可以痛哭 但不能被打倒 纵使一身泥泞 也要勇敢前行 想起去年九月 一则令人心酸的新闻 苏州警方接到报警 有人跳河轻声 赶到桥上后 纸巾桥上放着一个 黑色的背包 背包上有一张纸 纸上写着名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等信息 警察赶紧下河搜寻 在河边 发现一名浑身湿透的男子 原来 这名男子在苏州打工 三十多岁了 还是单身 由于生活压力大 有了轻生的念头 男子跳进去之后 喝了两口水 感觉心里难过 想到自己是独生子女 如果自己没了 父母该怎么办呢 于是 又挣扎着 游上岸 成年人的世界 不敢倒下 不敢抽身离开 因为身边都是 要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之前读到过这样一段话 现代人的崩溃 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 看起来很正常 会说笑 会打闹 会社交 表面平静 实际上 心里的糟心事 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不会摔门砸东西 不会流眼泪 或歇斯底里 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了极致 也不说话 也不真的崩溃 也不太想活 也不敢去死 他们说 这叫懂事崩 有多少次 你也想大骂领导 总是给你安排最重的活 让你背最黑的锅 但是想到房贷和奶粉 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 有多少次 面对客户 让改了无数次的方案 也想过关了电脑 爱谁谁 但你却在微信里 回复两个字 好的 又开始改下一稿 成年人的世界 除了有自己 还有身后 陈丁丁的担当 在最近的热播剧 《怪你过分美丽》中 前蓝饰演的默向晚 被旗下一人粉丝围攻 被逼辞职 粉丝们一边辱骂 一边直播 给全国网友看 更过分的是 粉丝拿他出气 把给艺人庆双的蛋糕 都砸在了他的身上 面对着镜子中 自己狼狈的模样 被外界说成女魔头的默向晚 再也忍不住 失声痛哭 他的宿敌 同为金牌经纪人的好脉 看了直播视频都说 如果遭遇这样的事情 他会去死 可是下一秒 默向晚用纸巾 一点点擦去身上的蛋糕 拿出化妆品 仔细补妆 走出洗手间时 他又是那个 无所不能 披荆斩棘的默向晚 为了保护艺人 他咽下了所有的委屈 重新站在粉丝面前 解决冲突 那一刻 他跨越了 横跟在他面前的 所有障碍 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打倒他 大多数人 都是一边崩溃 一边自愈前行 村上春树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写道 暴风雨结束后 你不会记得 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 你甚至不确定 暴风雨真的结束了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当你穿过了暴风雨 你早已不再是 原来的那个人 还有一段话 我记了很久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身边的人大多 也都艰难辛苦 夜里痛哭还好说 悄悄爬上楼顶 又悄悄下来的 也不是没有 你得记着 别人和你一样脆弱 这样 你就不吝惜脸面 随时都可以 现出一个温暖的拥抱 你也得记得 你和别人一样坚强 没困住别人的泥沼深渊 同样也困不住你 凡事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回头看看 劫后余生的自己 你会发现 万物皆有裂缝 那便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朋友们共鸣 听过了今天的故事 我相信亲爱的你 一定有很多的感悟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 很期待和你的相遇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